如果台中警方接到三部 無方有一間透天廚 只能已經一次交到 警方到達後 是抓到主席和交客 總共二十四的人 其中有一個交客 已經會親破案 共通緝 已經都沒有三年了 這次也叫警方抓到 幾天的現況很小 你不要在透天廚的後面 隨時準備打門 抓人 看好時機 直接都打查問 像你在家裡 一個個個個控制制定的所有人 別走 別走 警察 台南市無方分教 之前接到民眾審議 無方地区有一個 事業的交通四個流傳 警方接到三部開始調查 發現這個交通 為了要被警察 並沒有固定的地方 尚未確認交通 這次倉庭在五號六的一個站起來 馬上前往尾部 我們多方的來勤收 發現在本廈的五福路 一處民宅 有車輛人員 異常的一個進出 所以我們研判 這個職業賭場的落腳點 就是在這個地點 警方在在現場台北 包括四個流傳的交通 負責人要求交客 總共二十四的人 二千查核交給 要求十幾萬的現金 不過在在請求交客的身份時 還會發生一名 請求的統治官 在清查賭客身份的過程 我們還有發現一名 南投地檢署 通緝的一個槍炮通緝犯 那這名通緝犯 他自訴 他已經討完了大概兩三年了 今天不巧 到土産這邊來賭博 剛好被我們查獲 警方表示 這名槍炮的統治官 在進出之後 一件二千南投地檢宿進版 其他的交客 也還會頗生出現 接受醫學員 勃嬌多 也還會社會 特殊委和法 以上台中地檢宿來進版 記者台中 綜合報道